今天这个视频并不是绘画过程 但也是绘画过程 我想让大家 想让各位小伙伴们 能与小熊一起见证小熊的成长 今天小熊拿出来了 从开始画画一直到现在一些拍的照片 你们可能要问了 这个视频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小伙伴们 小熊坚持到现在 慢慢学会了画画 慢慢变得不再是个渣 我只想告诉你们 不要轻言放弃 我能做到的 你们也都能做 我在路上 无论你是否也在路上 或者只是刚刚上路 通过这个视频 我要告诉你们 只要坚持 就能走得很远 只要不轻言放弃 你一定会蜕变 小熊刚开始画画 是在小学五六年级左右 那时候上课无聊了 拿起日记本 找了本动漫杂志 就开始临摩 小时候呢 愿望是要成为一名画明家 改变大家的生活 开始画画了 我的愿望就变成了 想成为一名画家 小熊的运气呢 一直很好 无论是小学 初中 高中 或者大学 周围的老师啊 班主任啊 都挺支持我的 老师的支持 就是我当时能坚持画画的动力 上了初中 父母也开始支持我画画 并且给我抱了美术班 小区附近的一个美术班 老师人挺好的 但里面呢 全是一些小孩子 小熊是当时美术班里 年龄最大的 但是我却比不过那些小孩子们 那些小孩 画画都比我好 这种感觉就像是 现在在网上遇见的大错 了解之后发现 还是个低龄错 就是这种挫败感 但是我把这种压力当作动力 在画画班的第二年 我就已经 慢慢的变成了画画班里 画最好的了 也可能是年龄比较大 吸收的比较快 总之 我当时没有放弃 也没有回费 初三 得知美术可以考中考 我就更加努力画画了 通过半年的不羁练习 我成功的用美术 考上了当时我们那里最好的高中 上了高中之后呢 慢慢的接触了ACG 然后进入了ACG的世界 无法自拔 开始搞社团 然后呢 并且开始了 画动漫这条水深火热之路 刚开始呢 画的确实扎爆了 但是自己觉得画起来挺开心 这种画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种幸福感一直支撑着我 我坚持着 无论周围如何 我依旧坚持着 快毕业了 画的呢 也稍微有点进步了 当然 高考嘛 当然是走美术生这条路了 小熊其实是个学渣 然后被文化课绊住了 也没能去成那些 心里向往的美愿呀 重本呀什么的 有很多小伙伴就问我 为什么不自读啊 小熊告诉大家 人的眼睛是往前看的 像过去妥协 我觉得 不如把时间 用来把握眼前的现在 上了大学了 当然就要更加努力的画画了 刚开始画了几张马克笔的 感觉稍微有点感觉了 小熊从高中开始 一直都在看一本 叫做新彩绘的杂志 虽然现在已经停刊了 但是小熊画水彩 就因为看了这本杂志 这本杂志经常出现一些水彩教程 然后让我爱上这种 轻松又清爽的感觉 小熊开始画水彩了 这时候呢 支撑着我的 是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慢慢的好奇心也渐渐消退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伙伴 这个小伙伴他说呢 我在贴吧看见你的画 很喜欢 能教我吗 我很开心我的画被认可了 妈妈的呢 这个小伙伴问我 光说我听不懂啊 能不能录个视频啊 这时候呢 小熊就入了B站 做起了UP主 小伙伴们可能要问了 小熊 小熊 又是如何坚持到今天 又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 小熊可以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 因为 现在正在看着视频的你们 电脑前 手机前的你们 是你们 是你们让小熊无所畏惧 是你们 支持着我 度过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低谷 而你们 就是小熊 我坚持画下去的动力 小熊 我也想成为 你们坚持画下去的动力 小熊也要继续经过 你们也要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现在在一条线上 让我们并肩前进 互相支撑 请让我变成你们的动力 不要在意别人的话 未来如果有人要问你 为什么还在坚持画画 如果你找不到任何理由 那就请你好不犹豫地告诉他 因为小熊需要我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